大家好,我是IC 我是KT 你现在收听的是ICKT 矽谷为什么 哈喽,大家好,我是KT 大家好,我是IC 欢迎收听矽谷为什么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 对于台湾软体还有网络圈 有卓越贡献和巨大影响力的来宾 简立峰先生 是Google台湾前董事总经理 要来跟我们一起聊聊Google的工作文化 还有预才 还有台湾软硬体人才培育 以及独角色的发展 以及台湾该如何与矽谷接轨呢 让我们欢迎简立峰先生 哈喽,立峰老师你好 Hi,KT好,IC好,大家好 哈喽,立峰好,好久不见 是,是,是 这个不知道你在矽谷 这么快就一年半了 真的,这个时间真的很快 然后也因为在矽谷的时间看到很多 我认识很多Google的好朋友们呢 也是都是当立峰老师介绍 那其实在台湾的期间 我常常有时候会跟立峰请教 关于一些台湾的这个政策和科技 或是网络业的一些问题 所以其实一直从老师上学到很多东西 科技啦,科技 是,我是之前在AMA 没见过老师几次 那会学习很多 就觉得哇 你,那个立峰老师对于台湾的新创哦 是不遗余力的在推动 所以我今天其实节目也要好好来请教 新创要不遗余力的努力 有,我有感觉到其实台湾的新创 其实在这几年 状况非常好耶 高速成长 你如果去看他们早前就知道 这个用台币计算的话 如果十年前你要要个两三千万都很难 最近要了两三亿都变得很简单 有有有,估值来说 这两三年真的这种破美金一亿以上的估值越来越多了 那当然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不过我觉得从认识立峰老师到现在 其实一直都看到很多有趣的故事啦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先聊聊故事 然后然后然后从 因为毕竟大家能够真的听到立峰老师的完整的故事的机会并不多 那也趁着立峰老师这个真的从Google稍微卸下这个重担 因为公官已经不管我了 真的 这很重要 跟Google这个KD也很清楚 家里有Google员工就是这样 Google公关都很优秀 另外一个也不想知道他们困扰 所以我有一个习惯 我又没有用任何social media 因为不想让他们困扰 这个很重要 对啊 不过我们今天还是先从这个立峰老师这些年最让人知道的身份之一 就是Google的这个在台湾的这个创始员工开始了 不过更早以前其实我知道立峰是从这个台湾的学术界开始 所以要不要跟听众们分享一下说你在其实你是一个土生土长 我的理解就是在台湾就是念书求学 然后甚至做到学术界的一些工作 然后才有机会转换到科技公司甚至跨国企业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中的一些故事跟转折呢 好我先讲一下我大概是Google 我05年拿到Google的offer 那我叫Google是当时全Google Engineer Director 大概不到20位30位的时候 哇2005年 对2005年 Facebook才刚创立 然后Google也才刚上市 刚上市没多久 那另外一个那个时候全部VP只有6位 李开福是第6位 那我在Google面试是一天解决我飞来Google 现在没有这种事情 11个6个VP加5个院士 那你们现在认识的AI大神 Jep Ding就是我第一个interviewer 所以那时候是飞到Mountain View吗 飞到Mountain View 我人生从来没有过一次喝三杯咖啡的 一天解决 一天解决 早上9点interview到下午6点 我6点之后我就去机场 我回到台北的时候offer已经到达了 好快速哦 你知道现在Google啊 如果要interview大概会三个月 然后再考虑三个月 我当年有发现interview9个月的 对啊 真的 那是一个对我人生的经验里头是一个有趣的过程 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头Google突然间想要思考进入中国市场 不知道怎么进去 那他一直认为他的搜寻是世界第一 可是他觉得奇怪中国人都不用我的搜寻 那他觉得搜寻可能是要突破的 所以他要找一个做search的 那Google只会在Google上search嘛 那导致我们搜寻排第一名的就是我 所以SEO做得很好 SEO做得很好 所以他就用search找到我 当然可能也有可能是我好朋友李开福推荐的 不过他也从来不能承认 也不能否认 所以就因为一个缘分 Google找我面试之后我面试了 但是我其实当年并没有打算加入Google 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刚是郑教授 对 我是国家计划的主持人 我在学术 我的领域刚好是站员处理那一年的世界大会的主席 对那我一生没有出国工作过 对所以我当时要走学术路 可是因为这个offer改变我所有的想法 我非常纠结 但是这个offer告诉我要在北京 OK 对那我跟他讲说 如果是北京我可能就只好飞机坐回去了 我不面试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recruiter告诉我说 Founder同意了 如果我面试过的话 可以在台北 这是一个动大的决策 那我就是一个民族问题了 跟人家提出一个不合理的要求 只好面试要努力 那我想最终原因可能还是他们真的急于找人 我也不觉得我一定是表现得很好 不过就这样发生了 那我就成为Google台湾的第一个员工 就这样发生了 所以一开始就是针对搜寻这件事 那一开始就把这件事情 就是在台湾跟中国做很大的研发的布局 还是说就是一个先测试的一个想法 当年同一个时间微软也在找我 也是为了做中文搜寻 那因为我当微软的顾问 已经那时候长达六年 然后微软北京的search的团队 也是我帮他建立的 所以他们也offer给我这个机会 那比较重要的一个决定点 他们当时在讲是说 为什么要加入他们而不是加入Google呢 因为Google台湾我是第一个人 那通常设一个地点 一个研发机构 你可能三年五年不知道结果 可是如果你现在加入一个well established的地方 你很快就可以开始了 所以那是一种说法 但是我当年有看到我染研究人对中国起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你把很多人才跟国际接轨 之后发展得很好 可是同样2005年的那个时间点的台湾 其实是所有人跟钱都去了中国大陆 那时候的说法是 以前我们在所有人才在城口社会碰得到 那在05年的话 你一定要在上海才会碰得到 中关村 或者中关村 中关村台湾人还特别的少 那个时候台湾人只有5万人 在上海当时已经大概10万人了 对 新天地 都是台湾人 台大管院当时如果要开同学会都是在上海 已经不是在神河岁了 甚至电机电子背景也是 我同学那时候都是外派 那个时候如果是电机电子都在苏州跟东莞 对啊 对 所以我那时候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会想说或许5年10年后台湾有这个需要 那我就试试看了 就这样开始 可是刚刚爱希有问就是说 一开始确实是为了中文搜寻 所以台北的团队是只是次要团队 主要团队是在北京 但是这个辗转之后后来发生好多好多的变化 这个Google从中国撤出 那台北团队就变成复兴基地了 那Google又开始做了硬体 那我记得我跟Google面试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应该在台湾做什么 我跟他说你一定要跟硬体有关 他说我们Google不做硬体的 我说你有一天一定会做硬体 对 那真的发生了 对 他们就是跟HTC 那是最后面 还是前面有 Quantbook开始之后 当时有Android手机 HTC只是我们的协力厂 那Android手机开始的核心 有一部分也在台湾研发的 因为在台湾当时比较容易找到 所谓的embedded system的人 因为台湾以前做的比较系统那个部分 那些人才比较偏硬体韧体的部分 台湾其实人才很多 包括像现在Google IoT 像Nest也都是在台湾吗 对 Google台湾现在就超过3000人了 我从第一个人 等了一年才来另外一个人 之后看到3000 我也非常惊讶 那也很开心 Google台湾成为Google亚洲最大研发机构 那全世界大概第三第四大的研发机构 对对Google而言 是然后还有就是Google 也把现在这个亚太的资料中心的位置 也是放在台湾 所以 当初有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其实听过立峰讲 不过我也很有趣 就是选择资料中心 我们先这样讲好了 就是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是Google宣布在台湾建资料中心 之后郭台铭董事长透过来要打电话给我 他一定要想要知道答案 说为什么Google会选择在台湾建资料中心 而且选在张冰 他说那个地方完全没有道理啊 你要不成蛋 他会这样讲 他可能会有一点暗示这样 对张画的朋友有一点不好意思 我张画人我也是这样讲 好你张画人可以这样讲 那你可以这样讲 其实是这样 就是台湾海峡就是海南的重镇 那台湾就是在宝地 我们所谓是台湾真的是不是鬼岛 它是宝地 它是全世界西太平洋海南的中心点 因为当年海南从北到南 从日本一直拉到东南亚的时候 都一定要经过台湾海峡 不能经过东南 东南海太深 那巴士海峡深度有六七千公尺那么深 所以一定要走台湾海峡 但只有两百多公尺 对那因为以前当年是 民主国家跟共产国家的冷战时代 所以海南都偏台湾这边 即使没有从台湾岛拉上来 也都偏台湾这一边 所以其实台湾是一个很好的 设置料中心的地点 另外台湾有太多原因 包括供应链在那里 政治民主自由 跟美国关系很好 有一千项的原因 那么只有一项不符合资格 就是地震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彰化人有福了 台湾从来地震都很多 但只有彰化没有过重大地震 这一集播出去说 彰化房地产就要涨了 真的 大家都去那里设厂 这项目还不算 要靠海 海浦新生地 没错 也没有地层下线问题 也没有 但是Google事实上 是盖了一个浮动的资料中心 它盖了一千根基桩 每一根基桩 70公尺到100公尺深 那浮在海上 浮在海上意思就是说 地震来的时候 它跟着它咬 但它不会断 不怕 对 它就跟着整个海边 把力量都削减了 对 很酷 对 Katy你是土木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系 才是应该盖资料中心 是吗 水利工程 Google在台湾 还有很多冷却的技术 它用夜间比较凉的时候 把它变成 电比较多的时候 把它变成冰水 那日间的时候 就是把那水拿来 冰块拿来做cooling 因为台湾是Google 唯一一个在热带地 接近热带地方的资料中心 对 其实我记得那时候 参观开幕的时候 讲到非常多 这个资料中心 特别的地方 包括用很多green tech 刚才讲的 因为大部分资料中心 都在比较北纬 纬度比较高的地方 比较冷 对 那台湾是 差不多当时最难的 后来盖了 北回归线已难了 对对对 台湾已经盖在 刚好压着北回归线 已北啦 因为加益才是已难 对对对 但是现在又要准备 盖一个在台南 有买地了 所以也有北回归线已难的部分 那这个你们就可以猜 为什么一南一北了 这个IC很有经验 或者土木 水利专家很有经验 为什么要一南一北 跟电有关 跟水有关吧 台湾的电网 对啊 电网 台湾的电要稳定的话 南北电网 它是分离的 所以你要在不同电网里头 会比较安全一点 这样比较分散 备分 备分 对 对 分散 讲到这个地震 那当初选择101当研发 应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选择 因为101那时候刚盖好 第一个是我选的 为什么 因为Google说这个我在哪里上班都可以 那我就很怕他骗我 所以我就想说办公室一定要找很贵的 没有投资比较不会随时回收嘛 对不对 那我就选说101可以 他说可以啊 就可以啊 那因为101当时有一个商务中心在35楼 我们就选择他的商务中心 德式商务中心 那我们第一次介绍给Google全球员工 我们就说我们是在世界最高楼 当时101是世界最高楼 对对有大概六七年的时间 那我们没有别的第一 我们就是这件事情第一 但是很重要的marketing 因为你要把一个new site marketing给这种global company的人的话 一定要让一次记得 所以选这个是有原因的 第一个他当时最高楼 另外一个是我要让我的同事知道 Google是世界第一 但来台湾还是要做第一 所以进来的人要第一的感觉 那101确实是最高楼 所以员工很容易产生一种荣誉感 因为楼真的很高 因为你不能想太多 好好做事就好 我觉得Google员工都非常引以为傲 就是他们有超漂亮的风景 我每次去参观台湾Google 大家都说你看我们这些风景是世界第一 那真的是因为 因为当你楼越高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不好看的都变美丽了 真的是云端办公室 所以在那个Google啊 就是台湾的Google 它本身的这个文化呢 跟美国总部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文化差异吗 文化是一点一滴的建立 它也不是 其实在Google是一个非常独特文化的公司 那这十几年来 二十年大家对Google文化 系统也会很重视嘛 但是当年最难的地方是 你是一个海外的研发机构 我们叫remote site 那后来Google把这个字改了 因为叫distributed site 可是我们还是不满意啦 因为那就代表总部是centry 现在都改名了 叫international site Google有经过用remote 空位置是平行 distributed跟international 也代表它文化在改变 那海外的site也在学习互动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说 它那个开放的员工平等的 主动的这个文化 一开始就要建立好 那我们无道友最容易 因为如果有legacy就比较难 无道友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包括载本桥都有很大的帮忙 就是原先在Google美国的同事 先有一些人先到台湾去帮忙 那每一个onboard的第一个工程师 前面一两个月都在美国onboard 那他们先习惯 那每一个我都跟他飞来 因为一年害有不到几个人 所以每一个我都跟他们飞来 总部跟他们待一两个礼拜 那没想到这个就做对了 因为前面的十几二十个种子 慢慢就跟总部先融入 之后把文化带到台湾 就慢慢建起来 那我们 真的是手把手 我的妈 差不多 而且我们不强调阶级 所以当时有三位教授 加入Google 都是用工程师的身份 他的学生一起加入 老师跟学生一样的 都是工程师 都要写call 也要被学生review 好酷 很平等的概念 但那个时代运气不错 方法没有搞错掉了 所以Google台湾的文化 应该是跟Google总部 差距不大 如果长期的人应该有感受到 他还是蛮强调open的 非常open 而且就是很扁平 我的感觉是非常扁平 扁平在软体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 所以实习生计划也是 是立峰老师您提出来 还是说 觉得说这本来就是Google 他一个很好的文化 这个有一个背景原因 就是 其实要找正职员工 一开始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 是因为都被联发科 或是台积电习关系 其实不是 interview都没过 因为台湾没有感受过 矽谷的面试文化 我们找到了非常优秀的人 但他们并没有这种 立即性反应的这种 面试能力的经验 不是说能力不好 我前面推荐的50个 一个都没过 李开夫推荐的50个人 也一个都没过 之后我们就要先建立 面试经验 所以是一个漫长的试运过程 那最好的办法 是先从实习生开始 那实习生是这样 就是我找工程师 虽然来的都很优秀 但是也要刚好兴趣相投 所以不一定每一个 优秀的工程师都会来面试 可是实习生会找得到 当届最优秀的那几个人 对 那我就跟我的指导教授 台湾电机系李银三教授说 你可不可以推荐最好的学生 那他推荐给我说 他认为他教书20年来 最优秀的学生 就是高一豪 如果有人认识的话 他是拒绝了 MIT admission的那一个人 拿了Stanford的 他是我第一个intern 还有Sega当时在 这个城市家 在Stanford 他上面回台湾 所以我先找了这两个intern 那原因也是为了一个是 设一个定盲的概念 设一个bar在哪里 因为你设一个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当标准 对 当一个标准 由他们抽空 实际上都这么优秀 那正直的一定要更厉害 Watermouse让他去传播 就是一种 就会有更多优秀的人才 对这个也是做对的 因为实习生订锚之后 那么我们把实习生 让他们 我前面两三年的实习生 我主要是帮他们出国 来Google拿到的mission之后 申请学校会大有帮助 对 所以好几位都到Stanford 去念瘦博士班 那么这也是一种 本来想说 我当年看微软亚洲研究员 在中国帮了中国留学生 留学美国 那当年 当年 台湾留学美国的风气 已经变差了 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 名校都申请不到了 那么那时候 那时候真的有这个状况 希望能够帮忙到这些学生 这也是另外一个第一 哇这真的太重要 所以台湾现在有很多 在软体界的顶尖人才 我相信应该都是 当初您这个实习生计划 就是Google 没有那是Google 我只是因为Google刚好这个计划 就借由这个计划来帮忙 但是 这也是我觉得它重要的地方 就是软体是一个很短时间 如果是很优秀的人才 他可以学得很快 所以培养实习生 等于在培养你未来员工 非常的快速 对 所以我们把实习生 会不会觉得实习生是一种 就是你不一定会 他真的正值会过来 就是变成说你要 我觉得台湾其实是不是 你观察过 因为其实立峰没有在台湾企业上过班 或是你应该也接触到蛮多 会不会他们觉得实习生 其实是一种 这个正确的投资 因为台湾的概念里头 不是做软体产业 它是做硬体产业 那硬体产业是一个生态系 非常深的产业 所以从业人口一个产品的完成 有几千人要经过 对 所以每一个人都没办法当宝了 不敢讲每个人都是草 但是不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 比较螺丝丁 对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我是宝 但是软体产业 我当时加入Google的时候 第一个project是Google Translate 把它中文做好 对 他总共只有三个scientist的 做全世界所有的语言 哇 才三个人 我是他第四个人去做中文 我做了三个月 那软体可以有一个精英人才 可以影响全世界 所以我们在对待软体工程师 跟对待硬体的结构就不太一样 软体很像文化产业 就是一个大明星的概念 真的 就像一个戏剧里头 一个主角就很不一样 就会让这个戏剧的灵魂变得不一样 我假如写软体就像写剧本一样 是 而且在观察 其实Google 跟其他 比如说矽谷的大企业文化比起来 比如说像Apple或是Amazon 与其说它是这个矽谷公司 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军队的方式 在看这个人才 他们是非常严格在每一个环节 然后就是每个人就是分配他的工作 然后针对这个目标往前走 但是Google可能更讲究是 每个人才的独特发展性 然后所以他们的这个主管 他其实不是说在抓最后面表现差的人 反而是在协助团队 怎么样把对的人才放在对的位置上 那就是立峰老师 你怎么来看这个Google 本身的主管的管理政学呢 我教Google那一天 全球有三个director 一个是西班牙site的director 一个是印度site的director 那还有我 我们三个人 那么我们当时只有一个HR manager 所以我在总部 他跟我们一小时的coach coach只有一个重点 他说在这家公司千万不要讲管理 不要讲managing 他说聪明的人 他不太希望被做micro-management 但是你又如何让团队能够往前走呢 他说你要有leadership 但是leadership要怎么建立呢 他说如果你刚好有 那恭喜你 你有leadership 那如果你没有leadership 我还记得非常非常深刻 他讲一句话 你只有一个字可以用 叫help 他就说 as long as you provide useful help eventually you might have leadership 所以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其实要帮你员工解决他的困难 你才能够产生他对你的信赖感 那个leadership 有了leadership 其实你就不用管理了 因为你们有信赖了 那聪明的人自己会管 所以这有点像很优秀的学校的学生 他们彼此同才之间的压力已经够大 教授其实不用火上加油再去踢他一脚了 因为其实学生压力都够大了 那google的员工也是这样 他彼此希望把自己做得更好 所以同才已经给压力了 所以老板的工作其实是帮员工解决问题 那这是google一直的文化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可以学的 为什么呢 因为google很特殊 它是一个平台经济 它有几个平台 比如说在手机的时候 有一个mobile app的平台 android 对不对 它在浏览器有chrome的平台 它在搜寻里头有web各种application 造成了gcp的平台 所以平台经济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创新 因为我有一个平台 平台上有各种application 希望大家去创新去设计它 所以创意在google很容易发挥 因为你有平台 但创意如果你要在iPhone上头 一年只做一只iPhone 几万人一起努力的 你的创意只能受限在这只iPhone上 还是有创意 可是你框框架架 已经被它框架住了 流程化了 对 但是google的话刚好倒过来 它是把底层平台打好 那个天花板随你去做嘛 所以它就可以鼓励创新之后 你可以wire一点 你可以自由一点 那这个是产业的商业模式不同 那google人是蛮幸运的 那这个是逆风你自己在加入google前 就觉得自己有特质 还是说在google被这文化感染之后 刚好也是你人格的特质之一 去发挥到这个担任这个google 这个台湾这个最会帮忙所有的人的一个角色呢 我这个东西就应该别人来告诉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合适与否 但是我的人生三个阶段的工作刚好都是跟最优秀的人 那每一次都是比我聪明的人 所以我 你们也知道我从市立大学是早期进台大电机资讯念书的 我指导教授是在Stanford两年就拿博士的 超优秀 李林山教授 他当时要当他的学生都要电机系前三名 我是都跟我最优秀的人 比我更优秀的人一起工作 那么到了中央研究院 我大概是唯一没有出国的研究员 早期的 那么到google是唯一没有在外国公司工作 也没有在国外工作的director 所以你也可以说 我已经很习惯了 别人比我优秀 那这种模式已经是我的工作模式 就是不需要把自己当主角 但是帮助别人 那我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当时跟中国所有最聪明的人 我认识20位中国的联考榜首在微软亚洲研究 壮元 我有1000个人被我指导过 所以我其实跟中国的朋友非常好 可能人数上比台湾的人才还多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质 就是优秀的人才呢 其实第一个他其实不太需要别人真的帮忙什么 你做一个工作你就请听就好了 所以我也没做什么 我就听话就是了 所以我长达十几年的工作里头都是听员工说 这好重要耶 因为这样其实员工才有更多发展的空间 还有自己能够去负责独当一面的能力 其实优秀人才的话 你听他讲之后 他会给团队更多嘛 另外一个优秀人才还有一个脆弱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心理压力都很大 所以某种部分当他们的朋友这一点也很重要 那在高科技公司担任主管 可能不需要跟员工比专业的聪明 犯不着 但是你一定要在生活上有能力帮员工处理他的情绪 因为精英最困难的地方是自己度不过 我在我的子医癌里头 有几十个人在我的房间里头崩溃的 有人紧急呼救要我求救 他人在不同地方跟我呼救 有几十个人做过相同的事情 就是他们这时候突然间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这样子 那在线上找我说可不可以跟我聊一聊 那你是怎么找到这样的力量的 就是很有趣 这是一个很难得有的主管经营 我觉得在很多公司 其实就是因为看过太多优秀 因为应该是这样讲 我的倒吃甘蔗人生历练 使得我对正吃甘蔗人的痛苦我知道 这很特别 倒吃甘蔗跟正吃甘蔗 我的第一步就走坏掉了 所以我nothing to lose 那我nothing to lose之后 我心脏其实比别人强 因为我掉下来也是在一楼 从一楼往上爬而已 更open mind 对所以我从来没有需要在我的环境里头要去求证说我是不是比较聪明 对或者我比较厉害 因为我太常笑说我出身平为平凡 所以也许因为这个特质 就是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再计较这些事情 所以同理性的累积可能比较久 那优秀人才最困难的地方不是他没有同理心 而是太在乎自己了 这两个一来一往之后就有些时候自己没有办法帮自己了 很容易卡住 很容易卡住 是的 那我们因为时间长度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边 然后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跟立峰老师接着聊这个矽谷 和台湾的链接 好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讨论 都欢迎到矽谷为什么的Facebook粉丝页 还有请大家多多按赞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iTunes Baddyby和商量都上线咯 你可以在这些平台找到矽谷 为什么 再次感谢Govara Stova Island 台湾和各位时代Mini创业小区的独家赞助 另外我们在Facebook上面的社团 台系交流平台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社团 谢谢大家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by bwd6